饮水结束的兽群在对岸大量聚集 完美的地形为伏击创造了机会 磁尸已经投入到了狩猎的行动中 斑马群所处的位置较低 他们根本没有注意到磁尸的存在 并且在家族的队伍当中 娇小的幼崽显得格外显眼 这只小斑马刚刚学会奔跑 可惜不幸的是 他很快就会沦为磁尸重点攻击的对象 眼下猎物还有一段距离 磁尸缓缓逼近 隔着河岸 偷袭并不容易 磁尸还需要耐心等待 为了不打草惊蛇 接住眼前的草丛作为掩护 磁尸悄悄地潜伏了下来 终于 机会出现 斑马妈妈带着幼崽 正朝着磁尸潜伏的位置而来 越过河堤 磁尸做好了偷袭的准备 除了等待幼崽的到来 他更是紧盯着猎物低头的那一刻 突然 磁尸发动了袭击 他绕过亲手直奔幼崽 双方的距离太近 斑马母子避之不及 结果新生的幼崽当场背骨